记录健康 卫生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很多人大笑或是打喝歉的时候 常常会不自主地老把油 到底把油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老把油这个议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哈佛眼科诊所院长 吕金宪 吕医师 对 家芳好 大家早 我是吕竹宪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联合报医药组记者林思宇 家芳好 大家好 提到这个老把油呢 很多老人家都会有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下列何者是老把油的常见原因呢 第一个是肋囊阻塞 第二个是鼻肋管阻塞 第三个是肋小管阻塞 我们先来问阿德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其实我完全分不出来这三个的差别 感觉都是阻塞 感觉都是阻塞 不过我猜应该是二 为什么 因为它有鼻又有肋管感觉比较重要 所以猜二就是 艾玛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 肋囊阻塞 因为肋囊感觉是分泌眼泪的地方嘛 然后如果它阻塞的代表身体可能出了一点状况 然后才会没有办法控制眼泪 它就会自己夺旷而出这样 是 琳娜呢 我的答案也跟那个艾玛一样 我也是选肋囊阻塞 因为我觉得听那个字意上 那个肋囊应该是储存眼泪的地方 那如果它阻塞的话 它没办法流出来的话 它就会流老板油吧 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驴医师一跟二都有人选 我们这一题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其实一二三都对 但是大部分 大部分是二 大部分对 大部分是二 其实这一题是二 但是大家都搞不太清楚 就像阿德讲的 到底是肋囊 鼻肋管 或是肋小管 我们这边有准备一个图来解释 你看 这是我们眼睛 刚刚讲的那个肋囊 它是阻存器官 没错 但是它不产生 产生是叫肋腺 那肋腺 它分泌出来以后 到我们的这个 这是我们眼睛 那中间画的这是黑眼睛的脚眉 所以肋腺分泌出肋液以后 然后经过这个眼睛 然后经过这个叫肋小管 然后到这个肋囊 肋囊它是一个膨大的部分 它也没有完全的阻藏 不能跟那个肋囊不要 肋囊会阻存你的肋 肋肢 对 你的那个肋肢 可是肋囊它并没有完全说阻藏 就是你到这边来 它有一个空间 然后再往下流 那你看 它这个画得蛮好的 这个鼻子在这边 就鼻子 它画到这边就停 为什么 因为它大概在下三分之一的出口 鼻裂管的出口 在下三分之一 那从你出生到这个 长大以后 这个中间的管子 只要有一段 有一个地方塞住 你其实泪衣 它没办法排走 它就会从这边流出来 接到老板 但是最常见的 真的还是在鼻裂管部分 就是鼻裂管下面 那个通道塞住了 对 这个比较多 尤其是小孩子 就刚出生的小朋友 四五个月的时候 妈妈会很紧张说 我们这家小朋友 不知道怎么搞的 眼泪流不止 对 她以为她那小孩子 出生到世上很感动 其实她是因为 她的 对 她的 她内线分泌出来的东西 她流不掉 所以她就回头 在英文叫做overflow 它在这个溢出来的 就满出来 原来是下面主色的关系 其实提到这个老板油 思雨我们中医 把这个老板油跟肝肾 有做一个解释是不是 在中医 老板油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流泪 其实它分成冷泪 冷热的冷 还有热泪 就是冷热的热 那冷泪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感觉 因为不痛不痒 那热泪 大家比较有感觉 会开始觉得不舒服 那因为 在中医文献上是 干开窍于木 所以在中医的理论上 如果眼睛不好呢 是跟干汗肾是有关系的 尤其是干 所以通常 热的时候 比较会觉得不舒服 那人家每次都说 热泪盈眶 所以这个 你就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还是比较有感觉这样子 其实提到这个老板油 驴医师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老板油跟流眼泪 这两种东西到底是一样的吗 其实我们泪液分三层 它上面那一层就叫做脂肪层 中间那一层叫水层 然后下面还叫黏液层 那黏液层它就好像一个乌龟一样 它背着上面的那个很厚的那层泪水 然后在上面有一个脂肪盖住 不要让它挥发太快 然后它抓住这个 抓住这个角膜上面的细胞 所以这三层 如果有一层有问题 其实都会出问题 那我们常常说测 有没有干眼症 其实测的是那个水层 就是刚刚看那个泪线 它分泌出来那边够不够 那不管是热泪 不管是冷泪 它其实成分是差不多 米南化酱巴 有时候因为有些老人家 它的那个油脂分泌又多了一点 所以它这三层里面 我们的水它已经不太够 然后它的油又特别厚 为什么会不够 因为年纪大了 类型慢慢萎缩 尤其女性朋友过了更年纪 会变成 这女性会慢慢降低 类型会慢慢萎缩 男孩子就是水分慢慢老化 六十五岁以后 你的类型也会萎缩 那你的油脂并没有萎缩那么多 所以你变成油脂成分比较多 所以老人家认为那是麦油 那其实麦油跟麦塞 跟那个眼泪 其实两个其实是 几乎是一样的 它成分不会差太多 其实提到这个成分 就像刚刚吕医师讲 它其实分成三层 只是几乘的比例不一样 那到底这个眼泪 它就像以这张图来讲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行 怎么样的作用 那对我们人体 又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其实类型分泌作 它主要是水的成分 可是水里面 还有很多的一些 融在里面的一些 微小的蛋白质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叫做萎缩酸 叫做这个溶菌 它是一种酵素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类液 有时候有些细菌 它不会侵害到我们 它会把细菌溶解掉 细菌会被杀死 当然很强的是 很顽强是不行 但是一般平常的 类腺里面 分泌出来的这个泪液 它有一些杀菌功能 所以不止我们 肠胃道有酵素 连眼睛的泪衣都有 都有酵素 对 我们叫做萎缩酸 叫做这个溶菌 是 其实提到这个 流眼泪或是老白油 不知道说现场 像你们有没有 不自觉就流眼泪的一个经验 Lina 我觉得我的眼泪 常常是伴随着 就是打哈欠跟疲惫的时候 就当你越累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的内线 就会跟着我打哈欠 一起逃出来 有状况 对 那像我本身的话 我眼睛很容易酸 那我只要一酸 我就会开始伴随着 爆油就会出来了 然后尤其像是 譬如说我戴影型眼镜 然后或者是 骑机车啊 吹到风 然后也许像是 没有睡饱的时候 眼睛就会一直流眼泪 会变得比较敏感 对 然后因为我比较 我的量可能比较大 所以我每次一流眼泪 我的朋友就会吓到 他们想说 你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 你那个量有多大吗 量很大 然后就会说 你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哭得这么惨 其实我只是在 把我绕帮鱼而已 对 那你男朋友一定很紧张 每次看人家泪眼汪汪 他已经看习惯了 他已经 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 是阿伦你的经验 因为我是一个 哭点很低的人 所以我看这种 只要有点感动的电影 我都已经会哭得很惨 流大量的眼泪 像看那个十二夜 在电影院是折磨啊 从来哭到我 有没有一边哭还一边 有错气声 有有有 一定会错气的 那个声音之大 很可怕 然后他平常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也是如果没有 戴全招式安全帽的话 有时候那风沙一进来 眼睛一定会流一泪 会流一泪 然后有时候会 看会看有点模糊这样子 是 所以李医师他们刚刚提到 有的人还疯狂流眼泪 或是大量流眼泪 我们每天的眼泪量 有一定的数量吗 没有 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你平常不会从鼻子出来 那叫基础分泌率 它只是就是 小的刺激 它就是流会多一点点 但是不会很多 可是如果你把刺激 完全的这个block掉 其实五分钟流出来 类似有一点点 所以有时候你到眼科 你看有些人坐到外面 然后放两个白纸在这边 他是在做泪液测试 他不是在干嘛 你就奇怪 他为什么画两条白白的 他在做泪液测试 可是刚才你们讲到几个重点 情绪 另外你说骑摩托车风吹 你只要刺激 我们的眼睛受到一个刺激 他神经受到一个刺激 然后就会传到这个 我们类线在两侧 刚刚有看到类线在两侧 然后那个类线 可能他就会受到刺激 他就会挤压 挤压以后 他旁边有些小肌肉 挤压类线就出来 刚刚讲打哈欠 我们打哈欠的时候 一般嘴巴会张很大 然后另外就说 除了张很大之外 可能这个也会有点眉头 也皱在一起 对 所以你去挤压 那没有挤压的人 他可能就好一点 有人可能是小 一个哈欠 有个哈欠很大很大 那个嘴巴张得比筋鱼还大 那一定所有的脸部的肌肉 都卡到了 所以他里面的这个 这个类线也跟着被挤出来 所以类线 他其实很像那个海绵球 很多小海绵球在一起 他本来是寒水 你一挤他都出来了 但是他平常 他是自己慢慢一点 一点 一点地放出来 是 原来如此 其实这个眼泪 或是老把油 他有分先天跟后天的差别 先天跟后天是说 如果你是主色 你是很年轻 你刚生出来 你就感觉上 好像他泪意都一直 从别的地方出来 没有从鼻子去 因为家长也不晓得 他会从鼻子去 也搞不清楚小孩子 只是发现 他一直往外流眼泪 其实是因为 他的鼻裂管 我们在出生的时候 鼻裂管的下部 会有两个构造 一个是磨状 大部分是磨状的 就是他只是一个薄薄的一层 严重的是骨状的磨 不是一般的磨 是骨头的 像那个桌子这样 这么厚的一个 对 所以他如果没有破掉的时候 你的泪到一定程度 因为他会满出来 满出来以后 他就从这边出来 所以妈妈的时候会紧张 为什么小孩子 有时候只有一边 有时候两边都有 那一般小孩子 小孩子大概在六个月 他下面那个磨状 会慢慢自己就破掉 破掉以后 他就可以流到鼻子了 所以可能两三个月 老把油 然后到六个月 半年以后 或者到周岁 他就不把老把油了 可是有时候 像昨天带来一个宝宝 那个妈妈也吓到了 九个月 他突然间有一边 眼睛就很多的 分泌霧出来 然后一边是看起来还好 那为什么 妈妈也搞不清楚 很简单 因为他感冒了 感冒因为他鼻子鼻塞了 鼻塞以后 他的鼻子要肿大了 所以为什么说鼻裂管 会比较容易受问题 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塞住 他肿大以后 把这个鼻裂管塞一部分 所以他的脏东西在这里 就流不掉 他有一些泪液到这边 然后一些细菌在表面 所以你就看到这边 就黄黄的 绿绿的一些分泌在这里 那家长可能就会紧张 那这个就可能 赶快要请医师帮你做处理 才不会让小指眼睛 再来就是发炎 还有刚刚那个爱玛讲说 眼睛很酸 为什么很酸 老温家眼睛会比较酸 就是油比较多 那这些油是 我们这个眼睛周围 很多的这个油脂线的分泌 你没有处理好 就变成针眼 那这些油脂线 它会提供细菌 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 所以眼睛比较容易酸的人 我们在长颜大学 曾经做个研究 我们请那个朱元医师 然后去取病人的 那个泪液的取样 用那很小的那个毛细管 取出来拿那个很微小 我们在micro pH meter 测量那个酸碱值的那个 是比较偏酸的 比较偏酸的 你眼睛刺激 眼睛就会酸 就会红 就会不舒服 原来如此 那不舒服就开始老百姨 老百姨的目的是 你是要把你的酸性的东西 代谢掉 去除掉 所以眼睛其实对酸 这个东西特别的敏感 也很敏感 但是问题是细菌 它产生的结果是酸 是 其实刚刚吕医师提到 这个感冒也会老百姨 艾玛你的经验 是感冒的时候 疯狂的老百姨 对 我感冒的时候 很奇怪 我一边眼睛会特别容易 一直就疯狂的 一直流一直流 都停不下来 OK 我们人的鼻子 我们看起来好像 有的鼻子其实蛮挺的 艾玛的看起来蛮挺的 可是里面的骨头 我们叫鼻骨 有部分是弯曲的 像我也是 我从在学生时代 然后我们去耳鼻后科 然后医师说 帮你们剪成这样 你们鼻骨 就说鼻骨弯曲 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弯曲 只是弯曲的程度不一而已 像我是往这边弯 所以我这边会卡住 所以我这边有时候会不自觉 鼻山之后会有点老百姨 因为它下不去 你可能也是这样 就是说艾玛 可能是有一边特别的弯 所以当你情绪很激动 另外一边 它先宣洩一部分 那另外一边宣洩不了 就一直流出来 所以你疯狂流的那边 你去检查鼻腹 可能往那边是弯曲的 原来是这样 对啊 原来那个疯狂流 跟你的鼻子的构造 我现在才知道 我鼻子是歪一边的 其实不只是鼻子长歪了 我们有时候 有些疾病 也会导致泪流不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